以赛亚书第五十一章 你们这追求公义 寻求耶和华的 当听我言 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 被挖而出的岩屑 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和生养你们的沙拉 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 我选召他 赐福与他 使他人数增多 耶和华已经安慰习安 和习安一切的荒场 使旷野像伊甸 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原有 在其中 必有欢喜快乐感谢 和歌唱的声音 我的百姓啊 要向我留心 我的国民啊 要向我侧耳 因为训毁必从我而出 我必坚定我的功力 为万民之光 我的公义临近 我的救恩发出 我的绑壁要审判万民 海岛都要等候我 以赖我的绑壁 你们要向天举目 观看下地 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 地必如衣服 渐渐救了 其上的居民 也要如此死亡 唯有我的救恩 永远长存 我的公义 也不废掉 知道公义 将我训毁 存在心中的民 要听我言 不要怕人的辱骂 也不要因人的 毁谤惊 因为 助从必咬他们 好像咬衣服 从之必咬他们 如同咬羊绒 唯有我的公义 永远长存 我的救恩 直到万代 耶和华的榜壁 兴起兴起 以能力为衣穿上 像古时的年日 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 从前 砍碎拉哈勃 刺透大鱼的 不是你吗 死海与深渊的水干涸 死海的深处 变为俗民经过之路的 不是你吗 耶和华 救赎的民 必归回 歌唱来到西安 永乐 必归到他们的头上 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 忧愁叹息 尽都逃避 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 你是谁 尽怕那必死的人 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 却忘记铺张诸天 立定地基 创造你的耶和华 又因欺压者 涂抹毁灭 要发的暴怒 整天害怕 其实 那欺压者的暴怒 在哪里呢 被掳去的快得释放 必不死而下坑 他的食物也不自缺乏 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 搅动大海 使海中的波浪 蓬轰 万君之耶和华 是我的名 我将我的话传给你 用我的手引遮蔽你 为要栽定诸天 立定地基 又对西安说 你是我的百姓 耶路山人啊 兴起 兴起 站起来 你从耶和华 手中 喝了他愤怒之杯 喝了那死人 东倒西歪的诀 以致喝尽 他所生育的诸子中 没有一个引导他的 他所养大的诸子中 没有一个搀扶他的 荒凉 毁灭 饥荒 刀兵 这几样临到你 谁为你举哀 我如何能安慰你呢 你的种子花昏 在各室口上躺卧 好像黄羊在网罗之中 都满了耶和华的愤怒 你神的斥责 因此 你这困苦 却非因酒而醉的 要听我言 你的主耶和华 就是为他百姓便驱的 神如此说 看啊 我已将那死人 东倒西歪的杯 就是我愤怒的诀 从你手中接过来 你必不治再喝 我必将这杯 递在苦代你的人手中 他们曾对你说 你屈身 由我们见他过去吧 你便以背为底 好像皆是 任人经过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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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